作為學問科學家 要希望做學科學家 第一是要有興趣 如果對於任何東西都不覺得有趣 不想問為何 就很難做學科學家 其實做學科學家 最重要好像有小孩一樣 看到甚麼都問為何會這樣 究竟為何會這樣 科學家當然要有某程度的語言能力 如果你無法了解一些文件 以前科學的發現 很難做下去 同時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基本上我們做科學家的 你一定要有恆心有忍耐 因為很多問題要解決它是長年累月 你有沒有人力有沒有忍耐 去不停想那件事不停做實驗 很多實驗做了是失敗的 當我們能夠發表在文件裏 其實那小部分是實驗成功 很多都是失敗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個能夠面對失敗的人 要不停地去改變自己的策略 改變自己的看法 又是很難做的科學家